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的焦点话题有哪些呢 今天排行宝上面的前五名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 今天的第一名就是政治话题 今天立法院又在吵架 什么事情呢 要凭选罢法 希望能够修法 到底抄什么稍后告诉你 再来看到今天的第二名财经话题 则是台积电确定变成了千金股 今天达正1000块钱 当然还超过啦 台股整个涨超过200多点 不知道你上车了吗 第三名则是要来看国际话题 这是跟美选有关 拜登到底会不会退选 现在其实不止是美国 全球都非常的关注 第四名则是来看 今天的立法院当中有人受伤吗 蔡英宇就说 娶小青塞我肚子啦 到底有没有踩 稍后我们来看画面 第五名则是要来关注的 这个是现在的生活话题 放暑假了吗 大家要出国 不过有陆客说 申请入境台湾还要签切结束 他们觉得这感觉很不好 所以都不想来了 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稍后来一一的了解 那我们首先就先来关注 今天的这个政治话题 今天当然是要聚焦在哪里 就是立法院了 好 我们要请明玉姐 来帮我们详细的解析一下 怎么今天干嘛又打架了 到底打什么呢 而且蓝银跟绿银 真的是双方又杠起来了 坦白讲 今天这个国民党 包括许宇珍 他们就提出了修选霸法 那修选霸法 说实在的 其实就是两个点 就是第一个 如果未来过的话 就是这个 在罢免的一年之内 就是说如果你当选的 新当选的一年之内 你不能够 不能够去宣传 你的这个罢免 或者是说 你不能得联署 包括我们在政论节目 你都不能讨论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 未来那个罢免的门槛 可能会提高 像这个 比如说罢免的票数 你要高于被罢免人 当时当选的票数 我简单来讲 就是说 现在你罢免谢国粮 如果谢国粮可以试用的话 你罢免谢国粮 是七万六千多票 可是谢国粮 当时在当选 基隆市长的时候 他是九万六千多票 所以如果国民党的 这个提案过的话 那未来就是 在罢免谢国粮的部分 还要再多两万多票 你要超过他当时 当选的票数 认为这样才合理 所以包括民进党立委 跟一些民团 就认为说 你这个就是提高了 罢免门槛 也就是没收了 所谓的罢免权 这个是在吵的部分 好 那话说回来 事实上 就是我们政治观察 我们认为说 国民党今天 先放了一个烟雾弹 譬如说 他们之前就有讲说 我们可能会不动 罢免的门槛 我们是附和民众党 白银的 说什么要赴身份证 联署赴身份证 还有假冒联署的 这个罢款薪则 事实上在昨天之前 大家都还在放 这个烟雾弹 说我们没有 我们甚至可能要撤案 可是到了今天早上 突然民进党就先假动了 民进党假动 先到内政委员会 把主席台给占了 包围了 那国民党来的时候 国民党说 你们民进党假动 因为国民党今天也假动 发现主席台被占了之后 那为什么会开始 爆发第一波的 这个肢体冲突呢 原因是 因为民进党发现 就是国民党 想要先拿那个议事录 如果这个议事人员 先念了议事录 我们通过 无意通过这样 他们担心说民进党 国民党会用人数的优势 就像当时的这个服帽一样 可能三分钟就念一念 然后如果再用表决的话 就快速的 要把这个案子给通过了 所以民进党不想要让国民党这样干 所以这个包括张宏露这些人 先去拿了这个议事人员的议事录 所以大家就抢成一团 所以你就看起来 包括这个王美慧 民进党的王美慧 跟国民党的徐晓鑫 两个人这样抱在一起 抱在一团 那为什么会突然踩着这个 蔡玉玉的肚子 蔡玉玉说我肚子被踩到了 到底怎么回事 因为徐晓鑫 她想要冲上这个台 徐晓鑫个儿比较小 她就咚咚咚咚咚咚 她刚好就一肚子就踩在了 这个蔡玉玉的肚子上面 那那个蔡玉玉就说 你踩我的肚子 可是徐晓鑫说当时在这个 当时这个什么青鸟行动 那个在讲那个时候 你也踩你也压到我了 可是大家都觉得说 这不太可能 因为蔡玉玉的体重快要100公斤 你要是压到 当时压到徐晓鑫的话 那徐晓鑫可能 蔡委员真的是重量 徐晓鑫可能现在还在医院出不来 这是今天额外的一个插曲 那话说就是一直吵一直吵 吵到后来就宣布休息 那宣布休息当中 还有一个额外的一个焦点 那就是大家在协讯 民众党 民众党 卖委员 对 民众党当时讲得很大声 他说我们也有自己的提案 因为我们的党主席认为 这个联署 还是包括你要付身份证赢本 他认为这个是比较严谨的 但是你民众党不是自己也讲得很好听 要提版本吗 结果人呢 对 人呢 人就不见了 怎么不在 所以唯一的一席 内政委员会唯一席的卖玉珍 没有出来 反而是他的这个民众党团的办公室主任 陈志涵出来 跑过来跟民众党在这边 开始对骂对骂对骂 所以民众党就开始骂卖玉珍 你这个不但是偷火龙果 就额外的引爆一个偷火龙果的案外案 然后后来说你是薪水小多薪水小多 这个引爆了一个焦点 但是卖玉珍只来签到之后 确实是整天都没有现身 好 那最后要讲了 现在最新最新的消息 是国民党后来又搞了一招 要换会议室 为什么呢 他们认为说 现在内政委员会 现在被你民进党给霸占了 对不对 你占了我就没办法开会 所以这个高金素媒突然在走廊上 就说我们现在的会议室 要换到教育委员会了 我们要换一个会议室 继续开下去 对 那但是这个民进党就说 你这个怎么可以在会议 这个怎么可以在走廊宣布 那万一我在康圆餐厅我吃一吃饭 说我要换会议室 这样子可以吗 所以后来这个就无疾而终 那后来国民党团 换了最后一招大绝招 他们包括王洪威去中正一告发 那这个他的总招傅昆琪 是直接去按铃申告 说民进党团绑架议室人员 那会不会成案不知道 已经变强制罪了 现在立法院已经搞到强制罪 说民进党团绑架这些议室人员 不让议室人员开会 可是我也觉得蛮有趣的是说 就是你一方面去控告民进党团 你又搞了这么多的手段 又换会议是什么的 结果后来无预警的 这个高金素媒就在刚刚 已经宣布散会了 你搞了这么多 结果你自己散会了 是不想再吃下去了吗 对 最后的结论是 因为我们的立法院 到7月16号就已经结束这个会期了 那今天如果已经散会了的话 代表国民党整个修选拔法 是无疾而终 因为下个礼拜是换民进党团的赵伟 所以民进党不会排这个提案 所以今天搞了一整圈 先搞了一个烟幕弹 后来又打了这么大的一个价 然后但是就在高金素媒宣布散会之后 这个选拔法在这个会期 已经整个game over了 那看起来这个立院的乱糟糟 难道真的可以告一段落了吗 来看我们的报道 立院内政委员会选拔法逐条审查 意识人员宣读到一半 民进党立委张鸿路 一瞬间抽走意识路 蓝绿立刻爆发冲突 我对你已经很客气了 你不要压着你这样 你不要压着你这样 你不要压着我 刚刚去拉一只人员的手 我们是在找一只人员 王媒惠 徐晓星两人激烈推挤 又是拉扯 又是扣住脖子 场面混乱 被立委团团包围的徐晓星 竟一步踩上立委身上 尽管一旁的王丁宇不断高喊 徐晓星人直接踩过去 疑似被踩的蔡玉宇一脸错愕 而不只蓝绿交锋 民众党团主任陈志涵 现场直播也导致心意拨口角 你老板呢 把火轮火在去越南了吗 把火轮火在去越南了吗 律委不断嘲讽不在场的麦玉珍 再偷红隆过 律委王美慧 更在现场捡到国民党团麦克风 痛批违反议事规则 藍绿白 战成一团 即便赵魏高精素媒 频频喊话尊重主席 民进党人死守主席台 不给国民党机会强度关山 一整个上午 宣霸法修法 零禁度 三天新闻 黃信长 王毅德 台北报道 这我们刚刚看到立法院 在今天上午的一个状况 好的确是大家来来气去的 非常的吵杂 其实在这一次立冤冲突当中 也不止我们刚看到的 徐晓星跟王美慧 其实傅昆奇他也有角色 他怎么跟刘世芳杠起来了 我们下面有 是的 因为今天闹哄哄之前 当有个案外案 就是在这场戏之前 因为有人说 你民进党已经占领了 所谓的主席台 九点五分的时候 结果刘世芳因为他是内政部长 所以他必须到内政委员会备训 好 这时候傅昆奇就非常生气了 然后遇到刘世芳在外面的时候 在走廊上遇到 他说你怎么可以没收这个 选举罢免法的表决权呢 那连讨论都不讨论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刘世芳当然无奈 他是行政官员 他又不是立委 他当然说我只能尊重 我是行政体系 我必须尊重立愿 所以他整个这样传达 可是傅昆奇并没有办理 他告诉他说 你要去跟赖清德讲 对 你要去跟赖清德讲 不可以没收 要尊重立法院 要把这个选爸爸 让立法院继续讨论 可是刘世芳 他是一个内政部长 对我的理解里面是 他是政务官 他不是民意代表 他也没有人民赋予 他在立法院跟立法委员 表决的权利 他当然只能照着 立法院的规则走 所以刘世芳也感到无奈 当然这是案外案 感觉有点土口水 对 因为我只能说 大家涂苦水说我们好苦 对 我不相信傅昆奇 没有赖清德的电话 对 傅昆奇 其实你可以当总招 你也可以打个电话 给赖清德就好了 不用特别要刘世芳去传话 但是我认为这个表演性 阵子太高了 因为刚好记者媒体 因为那个内政委员会的会议室 被民进党立委占领之后 刚好记者媒体挤在外面 刚好刘世芳又来 刚好这时候傅昆奇也来 因为三三来此 所以直接两个就杠上 但是我必须这样子讲 今天在内政委员会 招委 轮值招委是高金素美 他身体确实有一些状况 我们看到影片里面 他戴着口罩 有气无力 然后拿着手持麦克风 然后来宣布开会 你可以看他一脸非常虚弱 其实吴奇名 另外一个民进党籍的吴奇名委员 他也是招委 他说不 你人疼我来嘛 你人疼我来嘛 但是他就败了 因为他背负了非常重要的责任 所以你国民党 当然不可能把这席招委 让吴奇名去轮值 然后这个协调未成之后 他宣布开会 但是让我比较意外的是 一样是原住民立委的政天才立委 他的标语 我实在有点看不懂 因为台湾从解研到现在 原住民一直都有投票权 他取的标语是说什么 不要剥夺原住民的投票权 我不知道这一次的选霸法里面 有哪一条去讨论到 去剥夺原住民的投票权 所以蓝绿双方当然势均立敌之下 我们认为说 这个讨论本来就是应该要 每个版本提早出来 大家看过讨论之后 但是你有看到 他们先把版本提早 没有大家都守得要命 所以我认为政天才 可能搞不清楚状况 好了 这蓝绿对决 那当然重要的关键 前一天新闻就透露了 你看这个国民党跟民进党的席次 在内政委员会是相当的 那关键的一起是谁 民众党立委麦玉珍 那我们想说好吧 既然国民党假动 民进党假动 内政委员会里面 今天讨论麦玉珍 跟其他总共八名的民众党立委 应该到场 不好意思 没来 没来 这个小玉姐刚才讲了 迈玉珍 她是内政委员会的委员都没来 还联系不上 好了 那谁来了 我们的战狼小姐姐 我们党团主任 陈志涵 对 可能要趁声量 拿着手机去现场 然后开始直播 然后民进党立委是薪水小偷 现在的趋势 都一定要做直播 那我就在想说奇怪 你们的委员没来 谁才是薪水小偷 所以王定宇跟林楚英 当然就不甘示弱 他们就说 你在直播 那刚好 你们才是真的薪水小偷 你们八席立委 没有一席到场 你们不是提了一个什么柯文哲的版本 要看身份证吗 你连到场都不到场 这才是薪水小偷 但是因为麥玉珍 他也被人家说 他们不只偷薪水 还偷火龙果 为什么会有火龙果这件事 我要跟各位讲一下 大概是前天的时候 麥玉珍去台中的风源 参加一个活动 因为我们的火龙果 不管是白的红的都很好吃 要销往日本去 然后他不小心就讲出了说 我当年把那个火龙果的材 咬起来 拿回去外面 这个不是把我们台湾的水果 对 对技术偷窃到越南去吗 所以引发了社会哗然之后 他后来也出来道歉了 他说那是三十年前的事情 那是不良行为 但是我要说一件事情 好吧火龙果事情 你也道歉了 你今天内政委员会 至少你要到场吧 对对 结果大家就酸说你不只偷薪水 还偷吃火龙果 民众党整个偷吃都偷火龙果 然后就被 今天民进党就很激动 对对 就两个互干嘛 那下午刚才小玉姐讲到最新的消息 去提到说 那张宏路 早上那一趴 因为我看直播的时候 原本非常混乱 忽然间有说张宏路 偷了这个意识规则 张宏路怎么样 包括徐晓卿等等在那边吼吼吼 然后原来是怎么样 各位知道吗 张宏路为什么先把它拿起来 因为主席当时还没宣布 主席还没来 对 然后意识规则马上就先练 那大家觉得说 现在都还在混乱说你怎么先练 那大家是不是现场表决之后 就直接来了 不过最新的就是因为今天主席台被包围了 你看高清宿门又这么虚弱 对 现在呢就蓝莹就说要提告了 他们说你们这就是不让我们开会 我们来看一下 好直播 各位观众 实际在来关心在立法院的最新状况 今天立法院的内政委员会 来审议这个选霸法的修正草案 那男律双方的是冲突不断 那就在大概中午的时候 国民党立委老师 离开内政委员会 到立法院的其他会议室来开会 没想到要回来的时候 却发现民进党立委 为了不让国民党强度关山 将这个选拔法强度关山 是把内政委员会的门堵了起来 甚至连这个赵伟高清宿门都不让他进来 那对此呢 这个赵伟高清宿门是相当生气 赶快带来看一下稍早的画面 我已经改宣布在群选101开会 因为内政我都进不去 他们也不让议事人员出来 好吗 谢谢 这蛮无奈的哦 好无奈 好无奈 好那因为高清宿门是进不来内政委员会 因此国民党立委也到这个原本举办 教育委员会的会议室这边 要来继续召开这个选拔法的相关的一个会议哦 不过呢 民进党认为说高清宿门升为赵伟 如果要更改会议地点的话 应该要进到内政委员会里面来宣布 才能真正的更改 不过呢 国民党也反控说是民进党来监禁议事人员 不让议事人员来到教育委员会 来继续召开这个选拔法的相关会议 那蓝绿双方呢 目前是各说各话 那这个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终傅昆琪 更要到北建来提告柯建民 那当然很多人会说要修选罢法 是因为蓝营他们全党要救艺人 说是要救谢国粮 不过呢 又有人讨论说 那有可能之后就要展开所谓的大罢免时代 那照理来说 如果要修选罢法的话 其实对民进党来说 或许也不是一件坏事 那他们反对什么呢 我们问一下志胜哥 先讲了国民党要修选罢法 当然司马昭之心就很皆知 就是很怕之前国费扩权 引发了民怨 一连串的骨牌 造成后面的一系列的罢免 所以我们每次都讲 最担心的是月圆滋 对 就是莫名其妙被扫罢免 司机编团的吃 罢免罢月圆滋 对 所以就类似这样 这是他们罢免的 要修选罢法的动机 对 换言之 这个讲得再好听说 这个门槛太低啦 这个对于可能会造成 这个选举就罢免 选举就罢免这样的乱象啦 那些都是理由跟借口 那当然另外一个更急迫的因素 就是摆在前面 也没有想到的 就是谢国梁 没想到他的这个罢免的 第二条年组 可以冲到这么高的票数 当然还是跟前面那一连串 蓝白之间的 方向走版有关系 所以当务之急 第一就谢国梁 第二如果修法 接不到谢国梁 好歹可以 希望可以制止大罢免行动 那听起来这样的话 好像听起来 这样好啊 这样如果避免大罢免行动 那绿营也乐得轻松啊 你这样立委应该也 也就这样 好我们也松一口气 不会被罢免 那民主党为什么 还这么坚决的反对 我觉得还是会到一个 根本的问题啊 为什么会有大罢免行动 国会也选了这么久 就台湾民主化也这么久了 以前也有过阿扁时候 嘲笑也大 那你不用讲 马英九 蔡英文的时候 这主政长独大的情况 你没有看过说哪一次 大家会闹成说到最后选上 就要罢免啊 为什么 因为立委们 他们至少会在立法院 相对理性的讨论问题 讨论法案 你不会看到在这次 像国会扩权法案这样子 就突然间什么都没有了 就通就进入二赌 然后就通过了 不会有这样子的情况 大家可以坐下好好的谈 民主程序可以进行 那自然而然 就不会有那种 强烈的民怨发生 就不会罢免嘛 那问题是 你现在看到蓝白 还是要挟着这种多数暴力的方式 去进行这种 可能民众不愿意看到法案通过 只要他们爽就好 只要我反正 那个时候 翁晓妮说嘛 我就是比你大怎么样 对 我票就是比你多怎么样 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唯一反制的方法什么 就只透过最后诉诸 直接民主嘛 那就是罢免嘛 所以其实整个逻辑 我觉得蓝白要搞清楚重点 划清楚这个重点 就是说问题不是选罢法 你今天真的要避免大罢免行动 你好好的回到理性讨论的 这样子的立法院的正常的状况的话 就不会引起这么多纷争 还是有一个前因后果 对 我刚刚看到那个内委会 臭的个不可开交 但是你如果把镜头转到财政委员会 今天满开心 人家就理性讨论 对对对 今天还有这个赵伟 请大家喝真奶吃鸡排 庆祝啦 因为台积电今天占上一千块 成为千金股了 骞哥 你先曾说的没有错 你说反正就买下去就对了 会自己继续往上 对 所以今天真的是值得开香槟 真的放鞭炮 因为台北股市又诞生了一个新的千金 第十八位千金 就是台积电 今天正式占上一千块 那台积电现在的总市值 已经高达二十六兆 二十六兆刚好占我们台北股市 所有的占三分之一 所以台积电就是我们的护国深山 它的重要性就像三星等同于韩国 就像那个塔塔等同于印度 这没办法 台积电真的太强了 所以今天值得庆祝的 第一个我们台北股市创历史新高 台积电创它股价的历史新高 而且是未来 它又立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那你说这件事情只有台积电的股东 对我们都没帮助 有 因为我们的国发基金 拥有台积电六点三八趴 我们现在国发基金 有十六点五亿的一个台积电的股票 所以全民共享的 政府的付责监照 那就是贪的另外我们的五大基金 包括劳退薪志那些 它的所有的基金的总市值里面 有四分之一是拥有台积电的 这真的大家共享 大家都可以奔到 只要你有参加那六亿的都可以奔到 所以我们记得 我们的薪水 如果可以够口 你就六亿的比较稿 可以减税 每年每年都可以领那些利息回来 那但是有一好没两好 有心不就没努力 过去我们说五穷六姐七上吊 那今年就不用七上吊 所以今年当然很好 但是因为你这个股票 突然之间从二零二二年的收盘 到现在已经增加了多少 已经增加了将近三十兆 那这些钱已经泛滥成灾 所以我们过去说台湾钱 咱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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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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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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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咱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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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 大家这间看到 daqui 这间全呈 有点点 昨晚五 col 在 Después 有时 明日 更加 적인 加了可能五十億 張總統已經一千多億了 所以說那麼對他來講 他只是一個數字 有錢人會更有錢 那沒有錢的人這種差距會拉大 差距太大的話 我們現在是六十六點九倍 那可能到六七倍 六八倍 七十倍 那這樣的話 對政府的施政方面 可能就會比較覺得說 不然大家好 所以說這一點 也是我們政府要特別注意的 就是未來這幾個月裡面 物價通膨可能會蠢蠢欲動 其實經濟不只是台灣的問題而已 其實放眼全球 像是現在正在進行美國選舉的 現在美國他們同樣也是 這個經濟問題就考驗了候選人們 他們未來到底要怎麼走呢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今天我們要來討論一下 就是政壇剛剛講到的是立法院 那我們現在要講的就是美國 那在這個辯論會之後 現在美國就一直瀰漫著一個非常迷蒙的氣氛 就是拜登總統他的狀態 真的還適合繼續選下去嗎 不過呢其實現在 不管拜登他本人的意願如何 在美國的各大媒體已經開始點兵點將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 紐約時報多大標題寫下美國總統拜登告訴盟友自己正在考慮是否退選 記者狂追猛問白宮選擇替拜登黨刀化解外界一策 貼口直斷說拜登無意退選 但攤開民調一看有75%的選民認為民主黨應該另推人選 只有25%人對拜登有信心 CNN也預測民主黨如果真的振錢換將 最有可能的人選就是他 Vice President Kamala Harris is an obvious alternative 不只CNN路透社也引述美國七名高層說法 認為現年59歲的美國副總統賀錦麗最有可能接棒 事實上根據民調顯示 如果把其他可能人選一同進行比較 可以發現賀錦麗支持度僅落後川普兩個百分點 可以說是民主黨最後的希望 但是想要碾壓川普還是得靠他 根據美國一普索民調顯示 若派出前美國第一夫人密雪爾歐巴馬出戰 將在民調上以超過五成的支持度完勝拜登與川普 但密雪爾已經多次表態不會參選 德州民主黨籍議員開第一槍 要拜登看清局面退選 接著亞利桑大州眾議員也開第二槍 多名現任官員與金主同樣不看好拜登應選 經過外界刷盤推演誰能成功換敗 今年美國總統大選最有可能的局面 仍是川敗這兩顆選民眼中的爛蘋果 決定美國未來四年的民運 三立新聞新聞新聞報道 美國媒體也蠻狠的 用爛蘋果形容他們兩個 可能就是因為一個有官司 一個真的健康狀況讓人比較擔心 明佑你怎麼看 而是這樣啦 因為過去我們在說川普跟媒體的關係不太好 但是我看到比較特別的是紐約時報 過去跟民主黨關係一直都非常好 可是他最新的民調就發現了一件事情 就是拜登已經落後了川普六個百分點 在持續擴大當中 這一點對拜登來說 一個八十一歲的阿公來說 他當然不是很開心 但是你有看過白宮風雨 你有看過紙牌屋 大概都知道在美國的選舉裡面最重要的 為什麼民調會很重要 因為這關係著金主投不投資的問題 就是金主有沒有看好你 然後我要不要投資你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說 在美國的總統選舉都是幾十億 幾百億在跳的 那是非常嚇人 因為你有錢才有辦法選 但是因為紐約時報 又在披露了泰伍時報的一個訪問 哇 這個都不得了 就是他裡面講到說關鍵戰友 這四個字 關鍵戰友 就表示說是拜登最親近的人 都告訴媒體說 哎呀 拜登認為這一次的表現 他自己也覺得不滿意 如果以後還有兩次的話 他會再好好表現 他確實是表現得不好 如果再這樣下去的話 民主黨真的有考慮換人 對他來說是非常大的影響 所以他希望他能夠有表現 更好的機會 但是他也告訴他朋友說 也是只有 唯一只有他能夠勝任 這樣的角色 那當然這個訊息出來之後 就有很多的媒體互相的去披露 包括紐約時報也去披露出來 這時候白宮的發言人總該出來了 好了 那這時候白宮的 發言人貝坎就在平臺上面 社群平臺說 如果那一天多給拜登七分鐘 他已經講得更好 我相信他可以勝任 你講十分鐘 我也覺得你可以講得更好 可是那一天就有那一天的規則 好了 那白宮的新聞秘書 上皮葉也出來重申記者會說 拜登是沒有考慮要退選的 請外界不要再講了 如果再講下去金主都跑光光的怎麼辦呢 但是這一個朋友 這個親密的戰友 最重要的戰友 他就說 包括美國前眾議院的院長 有議長裴洛西 在台灣訪問過 那老實說他跟白宮的關係應該算不錯吧 還有這個眾議員克萊本 他們都拒絕說 他上次那個六十七 那個九十分鐘的辯論 我不要替他背書 你們不要找我背書 這時候不找你背書的時候 我當然就要找別人來背書了吧 好 白宮就去找了二十五州的州長 然後到白宮去 我們來開一下會 會後派一個代表出來講話 那包括這個明尼蘇達州的沃爾斯 就表示說 我認為白登非常的勝任 那這個馬里蘭州的州長摩爾也認為說 他是最好的人選 那紐約州的州長霍楚也認為說 他一定可以去選到底的 好 大家都出來表態 操控完之後 當然最重要的 我要跟各位講 還是金主重要 因為沒有金主你什麼都不行 選舉很花錢 對 真的是要很花錢 所以 那邊平台的創辦人 哈斯丁這時候就出來講話了 過去我跟我太太 在他上一次跟川普選的時候 我是全力支持他的 我捐了不少的政治信心 但是因為我反對川普 所以這次民主黨 沒有推出好的人選 來打敗川普 讓我非常擔心 我不支持白登 你們要換人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現在危險的地方 是朋友金主都認為要換人 只剩下木鳥在保護他了 那到底要換誰 那當然很多人先前都講說 那不是理所當然 那賀錦麗副總統出來頂 不是很正常嗎 可是就有一個人 一直被大家點名 這是過去形象很好 聲望也很高的 就是米歇爾歐巴馬 前第一夫人 為什麼好像美國民眾 特別喜歡他呢 美姨姐 坦白講這個米歇爾歐巴馬 因為包括就是說 他的種族的關係 還有包括他成長背景 其實他也不遜於歐巴馬 他本身也是一個律師 對 然後他的事業成就 也都事實上在歐巴馬 沒有從政師 這個米歇爾 她自己本身也是一個女強人 所以等於說 她是一個幹練的女性 但她對於很大的一個寄望 不過我覺得美國的政治評論家 也是持心而論來講說 他說因為米歇爾歐巴馬 到現在為止 他第一個 他當然沒有說要選 第二個他也沒有提出 他的政策 然後第三個人 他的什麼競選口號 什麼都沒有 那坦白講 他就是給人家覺得 是一個很不錯的形象 那他也還沒有受到 實質嚴苛的檢驗 總而言之 就是還沒有說 參選的人總是最美的 難道你又不參選的時候 祖宗十八代開始檢驗的時候 殘酷的討厭 殘酷的討厭才會開始 可是我必須要講 就是說剛剛講到這個拜登 拜登因為的毀滅性 都是由於那個辯論開始 那個辯論我要跟大家講 他那個真的 大家電視沒壞掉 他當時到最後的時候 你可以看出來 因為他八十一歲了 然後再加上 他的那個身體健康關係 所以他在辯論的最後是這樣 你們電視沒壞掉 對 我也不是禁止 真的是這樣 我以為是Lake Well I think 好 他真的是這樣 所以大家嚇到 你知道嗎 連那個白宮發言人 都出來講說 確實拜登在那一場 表現真的是很不好 所以等到他的民調 是整個毀滅性 整個是下層式的一個下滑 好 那你說現在要換掉拜登 剛剛明祐也講了 包括很多金主 還有很多的眾議員 都出來開槍 都希望拜登可以換 而且其中有一個點 這個是被大家提醒到說 這是應該說很慘見 在你民主黨沒有確定候選人之前 就先辦了這個辯論會 因為大部分都是你要先確定候選人之後 你再來辯論 可是這個是很罕見 不能說是唯一一次 是在民主黨沒有確定候選人之前 你就先辦了辯論會 也代表說 因為今年在夏天 民主黨才會開黨代表大會 那是不是代表說 你這個拜登試了水溫之後 發現你是毀滅式的下滑 那在今年的這個夏季 共那個民主黨要辦 這個黨代表大會的時候 有機會把它換掉 留一個台階 好 那我最後要講是說 你要換掉 那你要換誰呢 那剛剛除了 剛剛第一個點名是賀錦麗 可是剛剛除了這個 我們報導裡面的CNN 講到說 包括賀錦麗還點了一堆人 加州的州長 密西根的州長 伊利諾州的州長 這些人的民調 跟這個川普比起來 基本上沒有一個贏的 沒有一個贏的 你基本上賀錦麗已經算是最好的 賀錦麗最好也不過是42比43 還是輸 那你其他什麼加州 這根本不用講了 基本上都輸了 輸川普至少都四五%以上 你唯一唯一一個Michelle 是目前為止做的這個民調 他是50 50大勝川普的39 贏了11% 就是所以大家才會說 那現在有沒有可能換他 不過就有一個人 會不會心裡有點難受 就是我們現在畫面上看到的賀錦麗 那人家明明就是副總統 為什麼 好像感覺上存在感有點低 我們問一下資深哥 對 賀錦麗其實 當然啦 因為大家直覺反應 第一個想到如果總統不能選 那理論上就是副總統出來選嘛 理論上很合理 問題是賀錦麗大概也是兩個因素 第一個她的整個的Christmas 個人的形象印象 其實大家回想一下這四年 其實並沒有太鮮明的一個副總統的印象 當然可能她作為副總統也有關係 那第二個其實上一次2020在選舉的時候 其實賀錦麗或多或少 也有一點點 就剛剛明明姐講的 就是說她還是有一些小小的爭議 那今天如果她真的選總統的時候 這些爭議會不會被放大 那更不用講她過去的相關的資歷 其實是有限的 但是畢竟她是副總統 所以如果要換敗的時候 你看一系列排下來 除了Michelle不算以外 她在現有的競爭名章當中 她還是排第一了 所以這就會回來看幾個狀況 到底要不要換 剛剛講有兩種情況 第一種就是八月十九到二十二的民主黨 的全國黨代表大會 你用投票的方式 可是投票投到現任總統 要把它換掉 其實這個內傷很大 美國選舉史上民主黨內 從來也沒有這種方式 去換一個這個現任總統 要連任的這樣子 但是有兩次是自己覺得說 好啦我可能選不上 那我不要選 然後一個是一九五二年的杜魯門 一個是一九六八年的戰身 兩個都是民主黨 兩個都選完一任之後 發現好像不行 要投不對 自行退選 所以現在問題是 那你要怎麼讓拜登 他願不願意自行退選 那這個的關鍵 當然美國的媒體就認為關鍵 當然是在這個拜登的太太 或者所謂的第一夫人 吉爾拜登身上 那吉爾拜登當然是力挺 這個拜登 那他們兩個結婚超過四十年 感情非常的好 也對啦 拜登都八十歲 結婚四十年 好像什麼東西呢 沒像川普娶那麼多 對... 感情中意 然後但是... 看來可以理解啦 結果拜登是力挺 拜登繼續選 我覺得原因不太乎幾個 第一個 當然就是說 目前來講 但當總統講得不好聽一點 還是既得利益嘛 最高的高度 當然不到最後關頭 絕對不會親眼的放棄 第二個放眼望去 剛剛講的 Michelle不算 剩下的你來 排出來一字排開 沒有一個比我強啊 我只是表現不好 但是我的民調 還是打趴你們所有人啊 你們憑什麼要我退選 那我覺得Michelle 對不起 那個Gill當然會 在這個部分 會給拜登比較多的信心 那當然他們一些 比較close的家族幕僚 那以前Michelle他 這個Gill他作為一個白人的 這種精英家庭的 比較保守的傾向 這都會讓拜登他可能 更堅定的想要繼續選下去 所以到底最後民主黨 會不會換敗 我覺得Gill當然是 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那當然Michelle 最後會不會有所表態 那會是一個大家觀察的指標 不過看起來 就如同剛剛小玉姐講的 看起來Michelle目前 是沒有任何的意向 對 因為他其實已經 被問過好幾次 不過他從以前就說 我沒有要選總統 只是可能因為形象很好 畢竟人形立培 放在那兒 可能就是聲望很高 但是到底會不會換拜登 我覺得這都很難說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我們剛剛談到這個美選呢 現在大家都在關注 拜登到底退還是不退 但問題是對投資人來講 他們現在是憂心忡忡啊 因為不管是川普當選 還是拜登會不會退選 對美國的經濟來說呢 都會有一個非常劇烈的變化 據說現在在華爾街 已經掀起了大偷殺 怎麼回事 我們問一下憲哥 對 那最新的一個民調 是川普四十九趴 拜登四十三趴 贏了六趴 另外在六個搖擺州裡面 川普還贏了兩個百分之 所以現在華爾街 真的非常擔心 尤其是高盛也好 像大摩 他們就開始在做一個議員 其實也不用議員 這幾乎都已經 目前來講都已經百分之七十 川普會上了 那既然這樣的話 可預見的未來 這四個月以後就到了事情 那怎麼辦呢 股票市場裡面 有股市 會市跟這個債市 這三個我們現在要怎麼 去做一個搭配 比如說你如果看未來的股票 會上漲 那你股票就多一點 債 債券就少一點 所以以前來講股賽各半 那本來我認為說 拜登如果說會當選的話 那他一定會降息 所以債券就升一點 現在如果拜登沒有機會的話 那川普起來一定會把整個物價通膨 又拉高 現在預估他可能未來會升五次 升息五次 那升息五次現在聯邦的基準利率是五點二五 那五次的話再加一點二五 就六點五趴 這非常嚴重 所以債事方面要降低 所以我想國內很多人去買美債的 尤其我們的保險公司都買了很多美債 這個部分來講還是要小心 因為辯論之後那一個第二天 美國的三十年公債馬上拉了 他的殖利率拉了九個基準點 九個基準點就百分之零點零九 也就是說他雖然的那個殖利率拉高以後 債券價格就下來了 我們記得在去年前年不是有一陣子 他說南山人壽會倒 他不是不會倒 南山人壽他那時候擁有美國的公債 是一點一二兆台幣 一點一二兆台幣 你的殖利率上升以後 債券價格下跌兩成 你馬上兩千多億就不見了 所以我們知道這一次再次一定會受到很大影響 那股票市場來講 現在大家就看說你川普上來以後 以川普來講他做這一任以後就不用再選了 所以他完全沒有壓力 而且他以前第一任的時候 他是沒有他的所謂人馬 他就沒想說他會倒 這一次鐵板丁丁會倒 現在他一定會嚴格的執行 所以中美的貿易壁壘 那個關稅的壁壘一定會拉高 那這個部分來講對美元他會強勢 那美元強勢相對的 所有的國家的貨幣都弱勢 所以日幣可能還會再繼續跌 台幣也可能往三十四點五 這又可能那人民幣也是一樣 那這樣的話就是一種的一個 會式的一個大戰 貨幣大戰又出來 那另外關稅壁壘以後 美國國內的物價通膨一定會拉高 因為你不可能百分之百不轉價 多少一定要轉價 那一轉價過去以後 物價又起來的時候 這個事情又又大條 通膨又要變嚴重了 所以股票不一定會漲 但是高科技的應該比較沒有問題 所以還是會回到AI的本身 那其他的股票 傳產的股票可能就不行了 那當然川普還有一個他的政策 他說要讓虛擬貨幣合法化 這一點對這些幣圈的一些朋友來講 現在真的心裡的暗送 這點也是未來我們觀察的一個重點 那現在要不要換人 很多人說第一個時間來不及了 剩下四個月你要換誰 誰可以頂上去 第二個 如果從這個募款的一個能力來講 拜登到五月底已經募了 二點一 二點一二億美金 而且他在整個初選的過程裡面 黨代表 民主黨的黨代表 是在八月十九號才正式要提名 他已經花掉三點四六億美金 你這個時候好 你賀錦麗來也好 你Michelle來也好 壓力好大 我募的錢我幹嘛給你用 壓力好大 對 我募的錢是我募的 用我的名字募的 所以你看川普現在安靜如機 他現在都不動 為什麼 對 我們就覺得很奇怪 說向來很喜歡吵吵鬧鬧的川普 最喜歡在服務或是在台上 每次都要罵說拜登已經太老了 怎樣怎樣怎樣 不過這次在講拜登要不要被換下來的 這個議題上面 川普很奇怪 他都沒有在公開場合講 他是不是觀察到了什麼點 他覺得說在這個時候還是安靜好了 我們問一下資深哥 四個字 食髓之銳 是這樣看的 對 發現拜登原來是一個 可以好好攻擊的軟世子 對 剛剛小一姐有講到 我說這個辯論 其實時間點是很特別的 不要忘了美國總統大選 在選前十月五號選前之後 通常都還會有正式的官方的辯論 這個跟一到兩次 你想想看齁 如果在選前半個月 來一次這種 呃 這怎麼選啊 所以我相信川普也嗅到這個氛圍 說拜登可能是他現在的 他也要挑對手嘛 那當然其他的未知不得而知 但是他現在很確定 拜登對他來講 是一個他認為可以擊敗的對手 所以他沒有必要在這個時候 過度的出風頭 萬一真的這個惹急了或惹怒了民主黨 進一步團結 用各種各樣的方式 說服拜登自行退選的話 那川普他可能又要面臨新的對手 一切要重新來過 就他來講不划算 所以川普你不要看他那個 一副一副很衝的樣子 我覺得這個還是老狐狸 也是經過沙盤推演 對 還是有算過的 那現在 而且這個算過 經過這個六月底這場辯論之後 我相信更證實了他的做法 而且這個時候的好處 也就是說你這種冷處理的方式 某種程度也會讓所有的問題 川普就不要講話 不要在那個什麼最高法院 司法判決上面 所有的聚焦在拜登身上 就會把拜登要不要換這件事情 你看連我們都討論得這麼熱烈 那美國國內更是沸沸癢癢 所以這東西就會不斷不斷的被放大 拜登就會在放大過程當中 不斷不斷的被削弱 我相信至少川普或他的團隊 應該有這樣子的選舉盤算 所以這川普並不是不想批評 而是他背後其實是已經有一個小算盤 在算好說 如果在這個時候太鬧的話 萬一真的Michelle要出來選 那這不就尷尬了嗎 先忍住 他有可能會輸 讓時間再多喝一點 那剛剛憲哥有談到 就是現在華爾街很緊張 那你看我們台股這幾天 創了這麼高 今天超過了兩百多點 漲了這麼多 那如果假設 如果拜登真的被換下來 假如假如 或者是美國再有一些動盪 那對臺股來說 會不會有什麼樣影響 一開始影響會很大 因為川普一上台以後 我個人認為美國的股市 尤其道雄還是S&P500來講 應該會下來 那下來只要美國一跌的話 那美元又搶資金就會回去 回到美國去 所以對臺股還是有影響 那影響之後就三個月要看看 他的一些政策 那不管怎麼樣 如果說有拉回來 你現在還沒有上車的 那個時候你錢穿到邊 就是一個好機會 就是因為一開始下來 通通下來 不分大小小都下來 但是你就去買大小的就好了 買AI 買台積電 還是AI 還是永遠 未來的十年還是AI 因為這一次的一個工業革命4.0 是真的工業革命 不是以前的那個我們講的那個4.0 以前4.0 他沒有啊 根本沒有看到4.0 你的那個電腦到486以後 沒有再上去 所以以前的4.0 是不求硬體的提升 而求軟體的結合 是跟這一次不一樣 這一次是一個翻轉 一個科技的大翻轉 那甚至這一次也是人類的大浩劫 因為可能以後我們的小孩 可能有三分之一是一畢業 就找不到工作 因為很多的工作都被機器人取代 所以未來其實對於人類來講 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考驗 所以你現在一定要自己去賺錢 你不然的話 你手上沒有錢 你如果沒有錢的話 你怎麼去聯絡你的一個親情 你如果沒有錢的話 怎麼去鞏固你的愛情 因為大家先前很怕說AI 會不會只是一陣熱 不會不會 這次不一樣 這次不一樣 你看工業1.0的時候 在英國的利物浦 那時候是蒸汽機 結果英國就發生人類 第一次的衰退失業率提高 所以你想想看 從1.0 2.0 3.0 你就知道這一次的4.0 比前次的三次都嚴重 所以我們現在我在演講的時候 我就說你一方面高興 人類的科技越來越進步 什麼都幫你取代了 你家裡電影師都智慧 智慧家庭 智慧生活 智慧城市 你都不用做 但是你活著有什麼意義沒有 你這個就嚴重了吧 重點是憲哥告訴我們 要記得先去佈局 要看全球的局勢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環太平洋軍演 現在還在如火如荼的進行當中 那麼7號要讓所有的船隻 進行出海演習囉 我們先來看最新的畫面 主要的觀眾朋友 三令新聞團隊 今天是來到了美國級的 費茲捷羅號驅逐艦上頭 你現在目前可以看到 在我後面這一管 就是5厘米的炮火 在這一次是也直接在 珍珠港港盤 讓我們能夠前進現場來做拍攝 那這個費茲羅傑號 捷羅號其實在這一次 也有一個很主要的任務 就是在卡爾文森號的旁邊 來幫忙部署 因此我們也為您訪問到了 它的綽號叫做Gentleman 它的名字是Gentleman 所以請你介紹一下 你的日常的旅行 和那種旅行 我們的日常運動 是5-inch gun 是 told greater surface h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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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ll 實力ides 它的玩法인 水 地 水 EFLAIR CAN WE CAN GET IT FROM THERE IT'S OUR PRIMARY GUN FOR THOSE MISSIONS Oh, THIS IS THE 5-INCH GUN UES USED FOR PRIMARY SURFACE-TO-SURFACE SURFACE-TO-SHORE TTIARY SURFACE-TO-AIR MISSIONS IT CAN FIRE PROJECTILS OUT OF IT TO SUPPORT SHORE COMMANDS OR MARINES BOYS ON GROUND IT'S ONE OF OUR PRIMARY BIGGEST GUNS THAT WE HAVE AND IT'S ONE OF THE COOLEST THINGS WE GET TO FIRE 所以我們可以遇到船艦的困難嗎? 對,最糟糕的情況下 如果所有人都失去,我們可以遇到船艦的困難 謝謝,先生 謝謝 好,你剛剛聽到我們針對船艦的主砲所做的介紹 他說其實這座主砲可以海對空之外,另外可以海對地 所以它是相當多功能的 當然在這一次的環島平洋軍演當中 還有更多類似這樣子的驅逐艦 我們三立新聞也會持續帶觀眾朋友來關注 以上是我跟我的攝影機的徐趙薇 在美國軍艦上面為觀眾朋友做的報導 攝影鏡頭,先交換台北 親眼看到這些全艦都覺得,哇,真的非常的幸運 那當然校偉哥也已經去參與過環島平洋軍演好幾次了 那這個費茲傑羅號,您怎麼看呢? 好,費茲傑羅號它現在可以算是美國海軍中的軍碼 或者我們講的工作碼,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數量非常多 它現在這個船的數量從五十一號一路拉 拉到一百二十六、一百二十七號 這個數量可以說非常的龐大 而且這個船它目前由於 它是比較後面才做的這個神證艦 當然不是這一艘 所以美國海軍現在艦隊防空的這個 最重要的這個主力 基本上就仰賴這個伯克級驅逐艦 那這一艘費茲傑羅號 比較讓大家注意到一個特點就是 它當年在部署到第七艦隊的時候 它隸屬第十五驅逐戰隊 然後就曾經在日本近海被一艘後人撞過 然後那個艦上還有多名官兵死傷 那那次它是那個飛茲傑羅號 現在整個修好以後 它後來也從日本跟那個調回這個第三艦隊 跟日本換船 然後那但是比較特別的是 飛茲傑羅號在這一次的這個任務之中 它其實就是說我們看到 雖然說美國現在有非常多的伯克級的 這個神盾驅逐艦 但並不是稍稍都有具備反戰區彈道飛彈能力的 但這一艘因為它當初早期進駐過日本過 所以它很早就被那個性能提升到能夠進行反戰區彈道飛彈 我印象沒錯應該是BND4.1 也就是它其實具有很好的這個攔截 敵方彈道飛彈的這樣的能力這樣的一艘驅逐艦 所以可以說是跟在航空母艦旁邊發揮出 它能夠具備攔截敵方彈道飛彈能力 保護好航空母艦 因為像我們看到這一陣子不是美國的艾森豪號在紅海嗎 然後胡塞組織還說 我們對那個艾森豪號打了好多發 這個彈道飛彈 結果通通都被攔下來 因為那次艾森豪號旁邊也帶了兩艘驅逐艦 是具備這個反戰區彈道飛彈能力的 對 然後那當然其實飛茲結弱號之外 我們這次也看到珍珠港有非常多的這個軍艦 像例如說今天我們看到這個接下來 整個演習的高峰要進到一個什麼呢 叫做SYNX就是把船打成 把他打到成的這個演習 那像這次他預計要動用兩艘靶艦 其中一艘就是這個LPD-8叫Depicule 這一艘我們比較少看到討論度也比較低 這艘船它本身在過去美國海軍 它是奧斯丁級的兩棲船務運輸艦 接替它的船現在其實它非常有未來感 叫做聖安東尼奧級的兩棲船務運輸艦 它這個船的特色是什麼 其實你可以看到它尾巴有一個門 這個尾巴這個門打開之後 氣墊登陸艇 然後兩棲突擊戰車什麼 都可以直接開進去 等於說它人員從這個地方船裡面 上到這些登陸艦艇以後 就可以直接從船外面開出去 那另外它也是一艘姐妹艦 叫做丹佛號 在2009年88封災的時候 當時還曾經在台南外海 帶了四架美軍的直升機來協同救災 當時那個丹佛號跟這艘船 就長得一模模一樣樣 那這個船它比較特別是 你看它還有一個直升機庫 所以它可以擔任就是 兩棲作戰任務中的一個指揮艦 而且給海上的這個直升機 進行這樣一個維修 它比較有一點年紀了啦 已經很有年紀了 所以廚藝了嘛 廚藝就擺在那邊 準備這個給人家拉出一張把打掉 那當然其實除此之外 我們也看到這次還有很多 國家的這個軍艦也跑來 例如像你看 德國居然派出他們的這個艦艇 真的是繞過大半個地球 因為德國你看 像巴登福登堡 是它一個地名 那這艘船它本身呢 其實是那個德國海軍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防空艦 它跟那個我們剛前幾天 給大家看到的那艘荷蘭機 基本上來說是用非常類似的 這樣的戰鬥系統 所以你看它這個船上本身 也有這種所謂的 相位陣列雷達 能夠讓它能夠快速的 捕捉到這樣一個空中的目標 不過當然啦 這種F125型的這個巡防艦 其實它本身呢 以大小的這個盾位來講 它本身並不算小 但是相對來說 它船上的武裝整體來說 還可以算是說比較精簡的 但是呢 也代表未來這個船 面對到新的加改裝的時候 其實有比較大的這個空間 跟餘域可以進行改裝 那另外其實 你說一艘船 這艘作戰軍艦 能夠從那個路條條的這個 這個德國一路開 開到這個珍珠港來嗎 因為如果以時區來看 這個兩個地方 珍珠港 跟德國歐洲 大概剛好差12個小時的時區 所以剛好在地球的對邊 那所以呢 你說它可能也不可能 自己一艘船就這樣開過來嘛 對不對 所以它這次你看 還有一艘 Francfurt-on-mine 這個字呢 就是德國法蘭克福 這個城市的名字 那德國把這艘船取名 Francfurt-on-mine 就是法蘭克福號 它代表是它德國海軍中 非常重要的一個補給艦 這種補給艦 它在海上航行的時候 如果這艘巴登福登堡號 沒有油了 就來跟它接個油管 我吸點油去 然後東西沒有了 那個我就給你東西吃 然後如果呢 那個缺什麼呢 就由這個補給艦來補給幫忙進行 所以像這樣德國海軍 或是荷蘭海軍 這些航軍要從地球另一端 跑到這邊來的時候 它就是非常重要的夥伴 對 很重要 像是行動的便利商店 對 可以這麼說 但是這次環泰演習中 其實真正讓大家嚇一跳的是什麼 其實就是現在 我們這個拿出來給大家看 當然這是一個航空迷拍的圖片 這個航空迷拍的圖片 就是說你少蓋了嘛 FA-18E戰機 又不是沒看過 已經很多啦 你怎麼會說這個照片很奇特呢 我跟你說飛機不奇特 你要看看它飛機底下掛的東西 它掛了兩顆這個飛彈 這個跟這個 那這個飛彈呢 其實大家這個之前 指紋樓梯響不見那個彈出來 為什麼呢 因為它一直還是處於一個側平階段 但是它這個側平階段 這次居然已經拿到環太平洋演習 來進行實際上的演習的這個運用 其實環太平洋演習很有意思 美國常常會利用環太平洋演習的場合 去跟這些多國的記者介紹一些新科技 新裝備 一些呢 甚至於很厲害的這種東西 像這個飛彈呢 為什麼會美國要開發這個 這個 就是那個標6的飛彈 標6飛彈 對 它其實本身原本是 美國海軍的標準六型防空飛彈 像比如說我們剛剛看到那個飛茲捷羅號 站在記者後面有一坑 一個坑一個坑的那個 Mark-41的垂直發射系統 它一個彈就可以塞一個坑 所以它是很大一顆飛彈 那這個飛彈它的特點在哪裡呢 它的射程特別長 它這個射程長到什麼程度 據說可以打到四百公里遠 它是長程的對空飛彈 對 長程的空對空飛彈 因為原本它是個艦隊空 那你說你又在唬爛了 艦隊空不是本來最多 只能夠打到一百多公里 就很厲害 兩百公里了不起 它為什麼在空中發射 可以打到四百公里遠 因為第一 戰機在空中飛的時候 已經給它帶了一個 接近超音速的速度 它把它從飛機上發射出去 再加個兩倍音速上去之後 所以它能夠打得特別遠 那這款飛彈它的特色點在哪裡 就是說其實它在科技上來說 更是一個非常令人 可以算軍事科技發展史上 一個非常重要一個成就 叫做什麼 A射B島 也就是說真正這架飛機 帶這兩顆飛彈發射出去的時候 當它把這兩顆飛彈打出去 這架飛機的雷達 這架飛機的雷達 它自己的雷達 其實並沒有看到敵機 為什麼 因為我們講到這飛機 在離你三四百公里外遠 這其實超過這個FA18戰機 雷達的搜索範圍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它憑什麼發射飛彈 因為它這個飛彈 它原本是一顆艦用的 這個標準六型的防空飛彈 然後現在把它改成空對空飛彈以後 改用了我們講到AM120 M-RAIN的這樣一個尋標頭 那這個飛彈就變成說 是比如說在整個 要掌握戰區狀況的 包含像預警機 預警機是什麼 就是飛機上頂個大大的圓盤子 那個圓盤子裡面就是雷達 可以看得很遠 那或者甚至於 從衛星所獲得的資料 然後看到敵方有戰機過來的時候 這個時候怎麼辦 就由預警機告訴戰機 我告訴你哪個方位 距離多少有敵機 那這個時候我就那個 你把飛彈發射出去 然後那飛彈發射出去 我剛剛講 戰機本身並沒有看到那個敵機 那這時候預警機 就會一直不斷的把資料 傳給這家戰機 那這家戰機呢 就會不斷的把這個資料 轉發給那家預警機 所以你看到 它這個飛彈本身 其實很大一件 真的很大 很大 剛剛我們有看到 你看掛在這個底下 這一顆飛彈 我記得好像 有將近三千公斤 所以這次美國秀出來 可能也是讓大家 先搶先看一下 對 所以但是大家也很好奇說 那環碳平洋軍演 我們台灣又沒參加 但是對我們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好 歡迎回來 對啊 那麼環碳平洋軍演 現在正在進行 那當然剛剛大家看到了 非常多厲害的船艦 不過因為台灣這次沒有參加 可是台灣其實在國際上面的 這個位置 那我們當然是要不能缺席 尤其是美國智庫 甚至還有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他說其實環太平洋軍演 對台灣來說也是有意義的 為什麼會這樣解析呢 小玉姐 確實這一次是二十九國 就是美國跟二十八個友邦 一起舉行這個美國環太平洋的 環太平洋的軍演 那當然就是說 美國智庫在這個時間點 他當然認為說 雖然台灣沒有參加 但是這個環太平洋軍演 對於台灣 尤其對於兩岸來講 是意義非凡 第一個就是說 這個演習不是一個大拜拜 也不是什麼聯誼性質 也不是什麼武力展示 他最主要是說讓各國 因為各國的武器 都有不同的一個系統跟裝備 那至少你透過這個演習的過程當中 你可以讓大家的這個 不同的系統跟裝備 你可以無縫接軌 要怎麼樣子來做搭配一個配合 如果真的退一百萬步來講 未來有戰事發生的時候 你不會說這個緊急狀況 你會這個好像手忙腳亂 所以平常就要有這個一個演訓 那當然第二個 就是說這個目的還是針對 要警告習近平 意思就是說呢 你對中國傳遞這種震懾的一個訊息 就是讓他講說這個不會讓你為所欲為 如果說你對臺灣do something的話 事實上世界各國是不會袖手旁觀的 那就是讓這個習近平 如果說他真的有意要攻打臺灣的話 讓他可以多一步的這個審慎思考 不要讓他為所欲為 那事實上 這個美國的這個智庫也有講說 現在就是擔心習近平 他就是過度的自信 他會讓就是會誤判 以為說你們這個聯盟 美國這些聯盟不夠強大 或者是說發生什麼事情 這些美國聯盟會這個袖手旁觀 不會管 那所以他們認為說 這個環太平洋訊息事實上 對習近平表達 這個就是說 友邦對於這個臺灣 會支持防衛的一個態度 那最後要講 就是說現在可能會 常常會有些時間點出來 比如說什麼2027 或什麼2035 要來攻臺灣 那這個美國智庫是分析說 這個時間點出來 是確實是說 你中國在軍事的這個力量上面 你確實是有一些優勢在 可是呢 但是就是說 你實際要攻打臺灣 還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事情 習近平要下一個非常大的賭注 萬一你失敗 也會導致說你的權力 是整個這個 花姐 對 整個會失去的 那他最後也跟臺灣講說 當然你一方面要發展自己的武力 也不妨礙你就是一邊你可以作為和談的 就是你還是可以作為對話交流 你兩邊其實並沒有違背 就是我們一邊充實自己 加強自己的防衛武力 但是你一邊還是可以進行你對話的管道 雙軌並行 來確保這個地區的安全 就是其實軍事之外 外交方面的手段也是非常的重要 因為現在全球各地很多地方都不平靜 那其實也不只是臺海 我們常常新聞看到的也包括了南海 尤其是中國跟菲律賓之間 一天到晚草莓丸 現在關係也不太好了 所以其實現在東南亞的國家 是不是對於這個中國這位鄰居 其實是也有一點點擔心的 那這次馬來西亞 他們就有參與環太軍演 那這背後是不是跟現在東南亞各國 大家開始心中有一個小小的警訊有關 問一下資深哥 是沒有錯 其實我相信東南亞國家 對中國也是戒慎恐懼的態度 一方面你看到中南亞國家 對於中國的一帶一路 慢慢一步一步在東南亞地區 這個蠶食鯨吞的過程 那二方面他也擔心美中之間的衝突 或者是中國這幾年在南海的擴張 會影響到整個這個東南亞的安定跟問題 所以這一次馬來西亞 其實馬來西亞也參加過 可是這一次確實他派出了 萊基爾的這個飛彈巡防艦 他也是他們的主力艦 那把主力艦派到去參加這次的環太軍演 你也可以看得出來 馬來西亞也希望跟美方之間 有更緊密的軍事的合作 萬一不小心 最起碼美中軍事衝突的之後 他現在沒有選邊站 但是他至少很清楚了之後 美中軍事衝突 他等於是告訴美方說 我其實沒有站在中國那一方 這是一個情況 那二方面南海的問題不是只有這個 菲律賓跟中國之間的問題 其實南海深屬我們知道六個國家 其實馬來西亞 問來越南 只是現在衝得比較兇的是 菲律賓跟中國 所以其他國家也會擔心 未來萬一這個中國也綁造 這個跟菲律賓之間的衝突如法炮製的話 其他國家總要有個靠山 所以環太變成他們其實一個很重要的場域 所以事實上不只馬來西亞 只是馬來西亞這一次確實陸軍也去了 海軍的主力艦也去了 事實上我剛剛講那幾個國家 問來也有參與這個環太 印尼也參與了 對 泰國也參與了 這些國家其實傳統我們的認知當中 在東南亞國家相對都比較親中一點點 可是他們寧願參加環太經驗 當然也不是第一次 但是某種程度 其實就是希望能夠跟美國尋求 金事上的合作跟緊密 避免中國有一天如果真的發生更高規模的 這樣子的一個侵略的時候 或者是擴張的時候 他們還有這個靠山可以靠 還有一些醫護可以做 所以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東南亞國家對於中國的擴張 還是都戒慎恐懼的 所以這算是一種兩面手法嗎 因為像新加坡就說我們經濟靠中國 但軍事靠美國這樣子 在國際上 在國際關係上就是Jerry瑞就是兩面 就是經濟靠中國安全 可是現在經濟中國不可靠 可是問題是即便不可靠 也不能隨便得罪 安全你說靠美國沒有錯 但是重點是要預防衝突的時候 他能夠保障自身的安全 那環太是一個很好的場域 透過多邊的連結演訓 讓那個安全是可以透過多國的交 交互的這個合作來進行保障 所以某種程度這些國家都很願意參加環太 也就透過這樣的方式來展現說 我至少安全是靠美國的 對 所以我們當然大家就很在乎 就是美國對臺灣的態度 那所以美國如果有任何跟保台有關的 這個行動 我們也都會特別的注意 我們要問一下民謠 我們是不是有一個新的電站系統要加入 對 我覺得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要採購F16V 那其中美國對於採購F16系統 非常多的一個協助 我要先跟各位講 雖然我們沒辦法參加環太平洋 但是美國國防部 在二號的時候就特別發了一個新聞說 他們跟洛克希德瑪麗丁公司 他們去簽訂了一個合約 那未來要提升我們所謂的 內坎式的電子站系統 那我們把它叫做複蛇 複蛇盾 複蛇其實是一個很毒的蛇 所以他用這個來作為一個代稱 我要跟各位講 我們F16V 我們大家應該都沒看過 但是我們看到這個洛克瑪公司 他有特別去把官方照片放上去 這未來我們要採購 那採購他包括了這個台灣保加利亞跟斯洛伐克在內 美國把這個系統放上 這個系統你聽起來好像很複雜 那說起來也很複雜 但是他沒那麼複雜的原因是什麼 這個系統大概價值差不多五億美金 大概一百六十幾億的臺幣 我要跟各位講 他們委託了一個公司 L3HARS公司他叫做投射公司 意思是說他們做了四次投放之後 發現說好像效果真的不錯 各位來看一下 現在可以看到包括雷達數位預警系統 然後以及感知的電子對抗系統 然後還有他相關的防護系統 他都可以很快速的感受到說 敵人的敵機已經接近了 那一旦接近之後 他們馬上會做反射的動作 那這個系統已經經過了四次 三次的實驗 那第四次的時候 預計在二零二四年要增加 他的動態的感知 就是你敵機在飛的時候 我動態感知 我可以馬上感應到 那增加這個系統和電子對抗能力 因為走入電子戰之後 他們會有很多的干擾 那我怎麼樣不受他的干擾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未來有六十六架預計在二零二六前要交給臺灣 尤其在東部 東部我們知道是中國一直在騷擾的戰區 那我們知道說 如果有增加六十六部放在東部 有這個系統 這個複蛇之盾的時候 對於臺灣來說非常的重要 可以強化整個東部的戰線 對不對 因為對臺灣來說 雖然我們這一次沒有參加環太軍演 那希望下一屆我們可能會有相關的角色 因為本來也說有沒有可能會在海面上來一個巧遇 不過看起來這個美國是真的非常的忙 除了環太平洋軍演之外 他們的自己大選都搞不定了 也是內遊外貨還蠻多的 所以這一次就當作是大家的這個一起交流一下 不過美國對於臺灣的態度 那當然是相對的重要 我們又會持續來關注環太平洋軍演的最新發展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我們歡迎佳萱 今天晚安 大家晚安 剛剛我們節目當中也提到 今天你們晚報肯定要聊的吧 台積電 沒錯 台積電 現在很多人問說還可不可以上車 破簽了耶 對啊 很辛苦喔 不然我要告訴你喔 不僅是不是可以上車 而且我們等一下晚報也有說 專家也有說下車的價位喔 而且是用EPS去算 但是到底可以下車是多少錢呢 先不告訴你 你要鎖定晚報 不過剛剛節目當中 我們財經專家也說了 就勇敢的給他買下去 說有可能還會再往上走 不過你要買一張 等於說你現在買一張要一百萬 對啊 那很多人都說 太貴了吧 沒辦法 那我們買零股了 你覺得怎麼樣呢 可以啊 很多人就說他買零股 很多人說他從這個五百塊呢 因為五百塊的時候也要五十萬嘛 很多人也買不起 就說從零股 慢慢存 慢慢存 結果存到現在 哇 報酬率很高耶 對 用零股跟台積電 談一場美麗的賺錢戀愛 對 很多人就笑說 不只談戀愛啦 台積電是可以托付終生的 那哇 好啊 那真的很羨慕 所以等於說你如果手上有台積電 那就好好的抱著他們 因為很多人先前都說 在高點的時候 一直說可能破千破千 一直沒破 那要不要賣 不過現在看起來 似乎有買有希望 對 因為很多人就說 可是現在一千元啦 到底要不要繼續買呢 很多人會怕嘛 如果一百萬花下去 只有跌了 哇 真的心在躺血 怎麼辦 對不對 那很多人就說 這個台積電的機 是幾千塊的機啦 對啦 好像要繼續上車 有人就說一千五百塊以下 就無腦買下去就好了啦 但是也有人會怕怕的覺得說 還是先不要買 因為可能我們也有一些缺電 那條電的問題 這個倒是非常的重要 這個連國外的媒體 都非常的關注 但是你想要賺錢 很多人都說算了啦 一張買不起 我們存股也沒有問題 所以整個台股 是不是真的要靠AI 等一下 鎖定我們的前進大頭條